计划连线消防局花莲分队消防云梯车外观 光复分队也有原住民图腾的装饰后 封兵分队听设拥有消防栓的造型 今天举行落成启用典礼 县长徐正卫消防局长林文睿 封兵厢长筹顺服等人接牌 宣布分队正式启用 鲜艳红色的消防栓外观 注立在最美的台11线上 这是封兵分队听设举行落成的启用典礼 县长徐正卫消防局长林文睿 封兵厢长邱福顺等人接牌 宣布分队正式启用 平安顺利大吉大利和静安啊 这个旧的我们的封兵分队 这个第一个也建筑物非常非常之老旧 那另外也因为它地处在海边 所以很多的地基在掏空 所以为了长久长久之际 所以我们把整个消防队重新在起建 在兴建 在我们的小港一号 很希望成为我们另外一个新的景点 林文睿表示 封兵分队原来空间少 随着人员扩边与救灾车辆器材增加 决定择地兴建 新厅社总经费达5379万元 去年10月底东工 今年12月初完工 所以说它医疗训练会充满 所以我们的紧急救护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紧急救护现在我们37部车 通通是行动急诊室 我们的民众如果说已经心会公文天使 我们都有办法把他救回来 我们上面这个设备非常的好 而且我们这个设备是不失六都 不是六都 博民箱是台11线的重要观光地区 希望建物外观能成为打卡热点 因此建筑公司结合消防局的特性 决定以消防栓成为异象 结合消防厅社 在路上远远就能看见 选择游客可以登上分队顶楼与二楼的360度景观平台 可欣赏海景跟山景 欢迎路过拍照打卡 记者高双双 博民箱采访报道 jaw 请不吝点赞续 请不吝点赞续 请不吝点赞续